大家好,365周末好去处又准时跟您见面了,我是袁帅。 之前的几个周末,大家玩得还愉快吗? 这个星期,我又为大家搜罗了其他的一些好玩的活动,不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圣诞故事会 In the Christmas Spirit,An Evening of Seasonal Stories and Songs是个传统的圣诞活动。 今年讲故事的人有CTV的Mark,Paul,CBC的Christine,Steven。 他们讲的故事有Why Christmas Tree Aren't Perfect,The Little Drummer Howlston,另外还有音乐和哑唱表演哦。 时间12月8日,下午7点到晚上9点15分,入场时间为下午的6点15分。 地点在53号Coomer Avenue East,票价成人10元,儿童5元。 电话416-222-5417。 公益之城 City of Craft已经是第六届举行了。 公益之城将吸引超过5000人到放Queen Street West。 有人可直接从艺术家手上购买到手工艺品, 而且还有免费的工作方和其他活动等。 时间12月8日至9日,周五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5点。 地点在The Theatre Center,Christine West。 成人,票价2元,12岁以下儿童免费。 恐龙之夜 Dinosaur Sleepover也放恐龙电影开场, 接着免费观赏恐龙展。 现场有博物馆专家做介绍, 孩子们也可以近距离地与恐龙模型做接触。 可是儿童全城必须有19岁以上成年人陪同哦。 时间12月7日下午5点到凌晨12点。 地点在Royal Ontario Museum,100号Queen Street Park。 票价成人75元, 电话416-586-8000。 科技电影节 The Science Fiction Film Festival集中放映国际现代科技主题的电影, 其中包括短电影 Where Mothers Fly, Sight, Lucky Day Forever, Four Clear Skies, Monster, Batman Full Star等。 时间12月6日至9日, 地点在Projection Booth East, 票价10元至19元。 Danfoss美酒节 Danfoss Toast to the Holidays将Danfoss Road上的14酒吧大门向市民敞开。 买一张通票就可以走进去品尝美酒。 沿街的商铺也售卖各种节日商品。 顾客购物的同时还可以试试运气, 看看能得到什么幸运的奖品。 购买酒饮通票须19岁以上哦。 时间12月7日下午6点到晚上9点, 地点在Danfoss Avenue上, 票价10元。 陶艺展销会 陶艺展销会由非蒙力机构主办, 该机构的会员展示和售卖他们的作品或收藏品。 是陶艺爱好者欣赏陶艺作品挑选特别节日礼物的好机会哦。 时间12月7日至9日, 周五下午3点到晚上9点, 周六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8点, 地点在ARTA Gallery, 票价免费。 姑娘酒区圣诞市集 这个是免费的圣诞节日休闲购物场所, 是传统圣诞与时尚潮流相结合的节日庆祝活动。 除了各种赋予地方特色的节日手工制作品外, 还有音乐会、圣诞合唱团、圣诞老人表演, 及啤酒原地、糖果及小吃招待。 时间, 节日起至12月16日, 周一至周五, 中午12点到晚上9点, 周六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 地点在Distillery Historical District, 55号New Street, 票价免费。